環保局車輛在雲林湖偉沿街清潮 因為十四號新增本土確診案 二一四四零桃園南 曾經到過這裡 不只到餐廳吃串燒逛夜市 還參加排球比賽 你產生的氣溶膠 還有你的呼吸的肺活量 都會非常的大 這時候產生感染的機會 還是非常的強 案二一四四零桃園南 三號曾經出現喉嚨痛 咳嗽等症狀 四號到六號在雲林 五號在虎尾科大排球場 參加校友杯排球比賽 六號到斗六市觀光工廠 園林的鋼鐵店 最後到園林火車站 搭火車北上到中立站下車 連續三天趴趴走 一直到十二號 因為女友案二一三五九確診 狂烈為接觸者採檢才跟著確診 專家憂心病毒傳播的範圍會擴大 會有更大的一個考驗 反走過的必留下足跡 會使得傳播的範圍更寬廣 被感染的人也越多 桃園南發病之後 連續三天足跡橫跨三個縣市 專家分析對防疫是一大考驗 記者黃毅俊 王毅仲 台北報導